不断烦恼稀奇 怎么行 净土讲的待业往生 这一句话 我们也得要搞清楚 搞明白 决定不能误会 我烦恼稀奇不断 还也赢 可是经论里都讲得很清楚 待业 只待业习 不待献献 你得 你得烦恼 根没有断 这个可以带去 信心不能带 信心是 发作了 你得烦恼稀奇 发作了 这个带不去的 这个不可以的 这一桩事情 在关键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 在学报的那一场 我们讲的是 世俗讲 人死的时候 断气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烦恼不起信心 这代业往生 所以代业往生 真正意思是说这个 那么平常你起烦恼呢 可不可以呢 可以 平常烦恼稀奇不断 到临宗的时候 恐怕也断不了 怕的就是这个 所以佛祖教我们在平常就要断了 就要控制 这个控制 就是服务烦恼 平常 尽量控制 目的呢 希望临宗那一刹那的时候 不起烦恼 最后这一刹那 等于打仗 平常等于是训练 练兵操练 操练不认真 打仗的时候决定失败 决定打败的 所以操练要认真 平常 我们要认真 尽量的控制自己烦恼稀奇 不让他起信心 养成一个习惯 到临宗 雪豹的时候 烦恼不起信心 你 安安全全 我死了 这个词叫有把握 平常不肯认真努力 去做这个功夫 那临命纵实 没有把握 我们在 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常常常看到 往生的人 人在病重的时候 纵然神智清楚 他没有体力了 在这个时候 完全是别人摆布 你自己做不了主 这个时候叫 真正可怜 我们在医院 看到那个病重的人 看到之后 就想到 我将来 也有这一天 怎么办 看到别人受这个 折磨 受这个苦难 我们就要想到 我会不会有这一天 太可怕了 这个时候 烦恼吸气 最容易起信心 为什么呢 你看看环境 一些人与死 都不是自己愿意做的 平素要没有 相当修养功夫 你怎么能克服 看到那个样子 我们在想的问题严重 前途很恐怖 最稳当的方法 欲知实质 没有病苦 知道什么时候走 走的时候不生病 不受这些折磨 人在病痛的时候 说实在话 一生或死 都是魔障 汉管长走的时候 住在医院 最后那几天 跟他儿子要求 我不怕死 我怕折磨 你们不要再折磨 什么折磨呢 一会打这个针 身上插好多针管 折磨 太痛苦了 一会给他吃这个药 一会给他吃那个药 这不 所以这个时候 在你周边的人 都是冤情债主 很恐怖 没有大的定功 没有大的这个福报 这一关很不容易 透过 去馆长临终 我每天到医院去看他 我觉得他对我献身说法 让我真正理解的 佛讲的三苦八苦 病苦死苦 我们要提高进去 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 能够把这两种苦 面出 可不可以做到呢 我们看自古至今 有不少人做到了 为什么他能做到 我做不到 我从这里就放心了 把做不到的因素找出来 把这个因素消除 我也可以做到 这几十年 不说别的地方 我们住在台湾 台湾这个小的地区 聂佛人 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抑制食指 没有病苦 我看到的 听说过的 那都是真的 也有二十几个人 那一般传说的呢 那就更多了 何以这些人能做到 没有别的 就是在平常 已经下功夫了 不随身 不随身自己烦恼吸气 随身佛陀教会 我们只能把这一条做到了 就行了 随身佛陀教会 谁决定要看破 要看破 看破 放下 断窝修善 断窝 是小宅 是小业障 修身 是吉福 吉功 累得 再消了 临终障碍 没有了 福报 现前的 临终走的锐向 就说声 世间四 这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